周副主席 季南英奉命前来报到 小季 欢迎你 周副主席好 陈云同志跟我说 要派一个时认来 我一猜就是你 我们的经济学家 季南英同志 周副主席过誉了 快请坐 东北的情况怎么样啊 一切都挺顺利的 高杠会刚刚结束 陈云主任带领我们 东北财委的同志们 正在商讨提议 今年我们东北的 一个经济计划 据他估计 谢谢 坐下 据他估计 大概在五月十号之前 能够到达北平 现在东北的一些 财经干部 其实也面临短缺的情况 所以陈主任 也在调配 包括选拔 一些干部 等到确定之后 会向中央请示 看是否需要把他们 调配到北平来 这一次只派了我来 好啊 陈云同志一直跟我夸你 说你是个难得的人才 一人能顶百万兵啊 他在这个时候 帮你派回来 真是帮了我的大忙 也帮了陈云同志的大忙 陈云同志说 让我来参加 正安财经委的筹备工作 您对我是另有任用 对 我想 先派你回上海 去上海 你离开上海 有几年了 七年多 上海马上就要解放了 继续管理人才 你是上海人 熟悉那里的情况 我想先派你回上海 不过 要先到丹阳接受整讯 为我们 接管上海做准备工作 愿不愿意啊 副总组织安排 好 那我什么时候出发 明天 这么着急啊 这个时候 一秒钟都不能耽误啊 报告 受到周副主席指派 纪南因前来报到 嗯 我跟毛主席 要了百来个人 就派了你一个来 周公说 这个美国留学 回来的经济学专家 一一抵白 不敢当 周副主席 打过招呼了 这是我的秘书小路 也是我们的军事参谋 也是上海人 以后你们两个 可以做搭档 是 不用一职敬礼 小路 再寄冬至 下去吃饭 这串老顿 先去吃饭 季参谋 先吃饭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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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